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MSF在2020年底提出的19项具体的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持续落实 我们数位部也秉持着开放政府治理的信念 我们推动公民跟政府来协作 把创新的想法具体实践在我们的数位服务上 举一来说 去年有一位公务同仁在脸书留言我们的脸书说 政府应该要有自己的短网址服务 来让各级机关降低这种公告新闻稿的网址被未冒的风险 我们立刻就研发出了政府自建短网址服务URL.GOV.TW 包含我们指挥中心在内 大家都可以把原始网址转换成简短的短网址 还可以自行定义以及设定有效期间管理后台等等功能 很快都会推出 而且我们不是只是open data 我们还有public code 就是把短网址的程式原始码释出给外界使用 完全不主张著作权 这个其实就是公共城市public code 就好像公共建设一样 这是有明确的指引 明确的规格 明确的制度 让各个单位都可以完全没有导入成本的去采用它 当然采用CC0也就是抛弃著作权 也是我们所认证的open data public code的一个授权 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参考我们的服务架口 举例来说 面对DDOS就是瘫痪式的网络攻击 我们的官网采用了IPFS 它是所谓的web3 分散式民主式的资料储存解决方案 很难篡改 任何人只要对分散式做法有兴趣 就可以捐出自己空的一叠空间 捐出自己的一些平宽 那帮我们备份我们的网站 数位部逐步把这个做法推广给有需要 有意愿使用的政府机关 目前已经有16个机关 向我们数位部表达合作的意愿 我们也持续透过技术研讨的方式 把相关经验分享给各个机关 这次是我们开放政府陪例工作坊 首度在台南举办 学员来自政府的公务员 学校的老师 还有民间的NGO工作者 通过这次工作坊 我相信来自各个部门的朋友 彼此就可以凝聚共识 建立信任 这个是开放政府的重要基础 也是我们建立全民数位韧性的驱动能力 在此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也祝福这次的工作坊 顺利成功 Live long and prosper